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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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树定江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根藤制作记忆的代表性传承人 一根藤工艺复杂 一般木工从学艺到能完全独立制作一根藤作品 需要三十年的时间 如今能够掌握一根藤全部制作工序的手艺人 已经不超过十位 树定江技法上已经非常精湛 设计了很多高难的作品 但是他一直希望能够制作一件作品超越前人 找到前人作品中的那种独特韵味 藤是天台山里最富有生命力的植物 它坚韧不拔 以柔克刚 民间有万年藤之说 将藤作为民间木花窗的主要纹样 本身就有一种长青不老的寓意 一根藤作品所盘曲的图案 或呈现福禄寿的喜气 或传递美满如意的祝愿 如意 仙鹤 兽桃 蝴蝶等各种吉祥喜庆的图案 运用借贷 隐喻 笔拟 谐音等传统手法 表达了百姓对美满如意 吉祥平安的美好悉迹 而一根藤的无头无尾 也寄托了美好幸福圆满无尽的期盼 从门窗完工的那一瞬起 这些吉祥寓意就会伴随主人的生活 一家人也会因一根藤的灵格而枝繁叶茂起来 代代延续 结合传统文样和现代家具审美 楚定江已经有了简单的构思 他要做一扇福禄寿图案的屏风 制作的第一步便是设计 设计的好坏决定了这件作品的观赏度 在内的修室还是设计 设计的不好 观赏度就不一样了 好看不好看整个就得设计了 请不吝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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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设计完成后就要准备原料 制作一根藤作品对木材要求非常高 木材要有较强韧性质地结实 而且木材必须干燥 不能有蛀虫或是裂纹 这块就裂纹的孔太多了 这块也裂了 这块木头好 这块好 这块可以 尺寸也够好 它也没有裂掉了 没有裂纹的 那今天就用这块吧 原料选择完成后 下一道工序叫做铺料 根据设计的屏风厚度 在木料上做好标记 画好墨线 再用墨斗线在木头表面弹好墨线 开始用大锯铺料 将木材固定好 使用枣子和锦板销 将木材卡死 这样才能保证在锯木时 不会来回移动 确保木材尺寸准确 楚定江十六岁 开始跟随汤智欧 汤智浅兄弟两人 学习一根藤制作 那时汤智欧 就是天胎最富盛名的 一根藤制作师傅 刚做学徒时 楚定江就是这样 和师傅汤智欧 一起大去铺料 力度 速度 角度 都直接影响木料最终效果 一吸一吐 一拉一推 掌握好锯的节奏 全靠两位手艺人 常年的配合 木材锯成木板后 要对木板进行烤料 稳定木板的性质 将木板放入大锅中 用小木条隔开 水要刚好浸墨木材 用小火蒸煮三天三夜 过去烤料是三进三烤 楚定江结合自己的经验 琢磨 研究出蒸煮托枝 一般之后 我们木头蒸煮 红根这些 就是为了以后 做成家具以后 不变形 不变形的话 它就用起来 你放就擦了 三天后 将木板取出 放置在阴凉处晾干 在江南地区的春夏季节 晾干需要三个月时间 天台历史悠久 因境内天台山而得名 以佛宗道远 山水神秀 闻名于世 这里作为唐诗之路的目的地 自古以来 就是文人雅士汇聚之地 这也使得天台这座小城 充满了文化气息 人们对历史文化的热爱 延续至今 在天台县一根藤艺术馆里 收藏着一件精美的作品 这是清代礼部侍郎 齐兆男故居中堂的六扇木门 2013年底 天台人沈忠明 为筹建一根藤艺术馆 经多次努力 终于将失落在外的精品 迎回天台 在艺术馆内展出 整个图案 大的意思是 两个狮子 狮狮平安 这些狮子 双狮捧狮 这些狮 双喜灵门 所以上下都是雕刻图案 都是一种 中文化的美好寓意 楚定江三年前 最初见的作品时 也被百年之前 工匠的精湛技艺所震撼 不论从技法还是韵味 都远在现如今工匠之上 其中有些图案的连接 楚定江也不能看出其中的玄机 由于一根藤作品一旦组装 就不能拆解 可能我们再也无法了解其中奥秘 除了一根藤艺术馆 在国庆寺中 还完好保存着很多 明代以来的一根藤精品 国庆寺三圣殿门口的 这一套十八片一根藤藤门 就是这其中保存较完整的 它造型生动 线条流畅 极具空灵和流动的美感 木板晾干后 要进行下一步操作 抱条 直脚尺 木斗线 木具 豹子 木匠的一件件工具 在手艺人的手中不停变换 在木板上进行弹势 根据弹线 锯开成木条 反复抛光 直到木条笔直光滑 根据之前设计好的图样 储定将用线条 在木头上做好各种标记 这道工具 被称作桌样 一根藤的制作过程中 对精度的要求非常高 为了避免用纸子测量数据 造成误差 储定将需要将木条 严格对在设计图纸上 划线标记 由于受规的图案是圆形的 里面包含了多个特殊角度的损毛 无法用木条直接划线标记 储定将用活动脚趾 依着图案角度 做到完全贴合 再将活动脚趾 依在木条上划线 这道工序 要将所有损毛部位的损头 尺寸 序号 标注清楚 一幅完整的福禄寿屏风作品 需要用到四百多根木条 每根木条都要做好标记 这些密密麻麻的标记 就像一个个代码 只有处定将自己才能读懂 所有标记完成后 再用黑白硅刻出损毛接口的线条 就可以开始锯损头了 锯损头才是对手艺人记忆的真正考验 将损头的位置锯开 锯的深度不能有上下之差 锯的角度不能有左右偏差 每一个笋头和毛口 无论是接口还是角度 都需要很高的精度 一旦误差过大 笋毛将无法完美连接 这条线只能切到这条线 假如锯了 切锯头了 这里打野的这个条子就没有了 包废了 为什么又切到里边呢 因为从这里剧断 切到一小段了 这些也是一样的 这个只能切到这个线 不能切到线的里边 这个是打野用的 笋毛 中国木座的智慧结晶 笋毛是在多个木构件上 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 凸出部分叫笋 凹进部分叫毛 笋和毛咬合 起到连接固定的作用 这是中国古代建筑 家具 及其他木制器械的主要结构方式 笋毛结构是笋和毛的结合 是木建之间多与少 高与低 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 笋头伸入毛眼的部分 被称作笋舌 其余部分则称作笋尖 通常一根藤手艺人 都会根据图案要求 选用角度不同 长短不一 结构各异的笋毛 来连接这些烤条 一根藤制作工艺中 常用的笋毛有二十余种 光是直角连接的 就有双面夹角笋 夹角按爪 单面半直笋 方夹角等 不同的位置 由于受力不同 选用不同结构的笋毛 进行连接 一根藤的尾碗多姿 且有美好寓意的 藤状图案 很多地方用到的 都是特殊角度的笋毛 甚至是曲面笋毛 顿角笋 锐角笋 顿角珠角钳 燕尾笋 催消结笋 等二十多种笋毛结构的 巧妙运用 使得一根藤 成为中国木作中 最有特点的记忆之一 这其中迎接着千百年来 无数匠人的心血和智慧 我们采用的有二十多种笋毛 就是像这种笋毛的 我们比较采用的 这种交叉笋 它是一般出现的 它这个用的 是交叉的地方 而且它的结构很复杂的 笋毛 凝结着手艺人的智慧 制作笋毛 也是最考验 手艺人技艺的工序 凿刀 锤子和锯 是制作笋毛时 最常用的工具 根据不同笋毛的类型 用到的工具 也大不相同 制作笋蛇 是笋毛的关键 按照桌样的墨线 把结构勾勒出来 成百上千个标记 在这时发挥作用 前面标记的越细致 在制作笋毛时 就越顺畅 不同的结构 需要使用不同的凿刀 同时锤子的力度 要与凿刀的位置 角度相互配合 才能使得制作出的笋毛 结构严密 不会影响后面的拼装 接下来制作路头 根据绘制的图案 在木板上勾勒出路头 用线距的好处 就是可以灵活地切割出 弯曲线条的部件 有些复杂的图案 必须使用线距 在眼睛等镂空的地方 先用钻头钻出一个孔 线距穿过小孔 再用线距一线距出 这非常考验 手艺人的木工工艺 每一个小的差错 都会导致 这个小部件的损坏 因为木头纹理的原因 路头分为五部分 分别做好再组装 因为它这个木板都是横的 横的我们这几块 这四块都是直的平坚 你整块做下来的话 这个纹理就是横滑 这四块木头就很容易断掉 由于这扇福禄寿屏风的 尺寸较大 不能按照以往的做法 直接拼出成品 储定将采用先拼部件 再拼整体的方式 先将各个小部件拼好 路头 寿龟 再通过部件间的 笋锚结构拼接 到了拼接工序时 就是对之前的制作记忆的检验 误差的积累 会直接导致拼接失败 有时只有拼到最后 才发现无法拼装完成 之前拼上的部分又无法拆除 就会让所有的部件都无法使用 只能重新制作 拼装时需要格外细心 仅仅是寿龟部分 就有31根小木条 进白组不同结构的笋锚 需要拼装两个多小时 才能完成 夜幕降临 储定将使用刻刀 将烤条边角进行修饰 由于一根藤作品的木材质地结实 储定将要借用肩膀的力 推动刻刀 修边角 使烤条的边角变得圆润 条铲圆 把烤条正面铲成指甲圆 修交接 在交接处 将烤条图样相交的部分 上下关系修好 使烤条交接处 有上下盘挫的立体感觉 这样的一根藤图案 才会呈现出 和和圆润的样子 这道工序看似简单 却更加费时 为了作品尽快完成 储定将今天 必须完成所有部件的修饰工作 储定将学艺四年 然后开始走村做工 经常被别人叫到家里 去做些一根藤的家具门窗 天台地区木座 曾非常盛行 很多木工师傅 就是背着工具 走街串村 给人家做工 在这里 也有不少一百多年前的 大户人家 我们仍然能够看到 一根藤的身影 那个时候一根藤很流行的 人家基本上结婚 做朝都要做 现在我们在 以前的一根藤基础下 我们现在做了 挂屏 屏风 明朝万绿年间 督造紫禁城的 工部左侍郎张文玉 回到天台 他汇聚了千功百计之精华 汲取天台山上 古藤委婉不绝 生机盎然的行意 在原有直条直框的 门窗基础上 添加围剿工艺 也就是加入了 变幻曲折的线条 使得门窗线条 从简单的横竖格子图案 变得柔和灵动 赋予了一根藤 深刻寓意和文化内涵 从张文玉老宅开始 一根藤 慢慢在天台一带 门窗家具中 广泛运用 百姓望族 相继效仿 如今 在天台一带 祠堂庙宇的堂门 木扇窗 佛刊 屏风 前沿 庚厨 衣柜 暗桌等物件上 都能看到一根藤的存在 福禄 寿寿屏风的部件制作 已经基本完成 接下来的工序 就是整体拼装成型 各个部件之间 要严丝合缝的连接 误差极其微小 因为每一个小部件的误差 在最后兜矿的时候 将会成百倍的放大 一根藤作品 如果外矿装不上 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 通常这一步需要五天的时间 打磨工序分为两步 刮磨和磨光 先用刀片 来回将烤条的表面 反复刮磨 这一步需要将烤条 整体刮磨更加光滑 再用二板目和四板目的磨砂纸 先后在屏风上进行打磨 直至手指抚摸上去 没有毛草的感觉 磨光好了之后 就要将屏风送去油漆房 进行上漆 年轻时 楚定江在广东 制作明清样式家具 直至现在 他一直在研究 一根藤如何融于生活 近期 楚定江设计并完成了一件 全新的一根藤作品 一根藤靠背椅 这也是他首次将笋某 运用在曲面木作的制作工艺中 并且在其中加入了很多 一根藤制作中经常使用的记忆 手艺人的心情与智慧 使得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手艺 不断碰撞融合 创新发展 这个鱼的背 都是跟着人体这个需要 跟着它的维度做出来 但是做这个维度呢 这个耐度下到的 每根调整这个角度啊 打这个野啊 都有不同的角度 差度不同 从最初的选料 设计 到最终的拼装 磨光 历经八个月的时间 这件浮磨寿屏风终于完成了 屏风上的主要图案 是鹿和寿龟 象征着浮磨寿齐全的美好寓意 图案左右 藤万颜绵 回环盘须 生生不息 表达了人们祈求和和美满的 美好愿望 一根堂记忆 因为它的巧思妙想和精湛工艺 在众多木作记忆中 独树一帜 一根堂记忆 因为它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魅力 历经几百年 延绵不息 代代相传 其实在工艺上 并不存在超越前人 因为每一件作品 都包含着前人传承下来的智慧 也包含着现在手艺人的 执着与坚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